歐巴馬到現在沒有表態挺賀錦麗 紐約時報說因為前兩件大選 歐巴馬跟拜登有心結 因為歐巴馬那時候支持希拉蕾 柯林頓 另外紐約時報不挺賀錦麗 紐約時報說民主黨要另覓人選 而且應該黨代表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而不是說拜登要誰就是誰 所以民主黨一向 其實不是像共和黨那麼團結 因為它裡面的自由派很多 跟國民黨一樣 就是裡面的意見一大堆 你不服我不服你 以前民主黨大會的時候 民主黨大會自己裡面打成一團 這個罵那個 那個罵這個等等 結果共和黨都把他們錄下來 到大選的時候共和黨就撥 你看看民主黨他們自己罵他 這個罵那個 那個罵這個 我們都不要罵他們自己罵 所以民主黨現在稍微收斂一點 但是民主黨基本上就是 比較不團結 所以拜登也是辯論還沒完 民主黨就開炮了 完了完了 死了死了 輸了輸了 這是民主黨 另外川普說 我會贏得更輕鬆 現在就變成檢察官對 涉嫌中罪犯 涉嫌你不知道說他中罪還沒有辦 賀金是檢察官 我昨天就講我說 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副總統 因為在總統的影響之下也不好太表現 所以你就看不出來 但是一種就是 他變成後選以後突然完全不同了 一種是他還是很爛 就是看他本人了 另外川普用兩個詞形容他叫做很糟 說賀錦麗惡毒而且愚蠢 講得都難聽 兩個詞惡毒愚蠢 而且川普還笑他笑 你們聽過賀錦麗笑嗎 Crazy Harris 川普復仇更糟 我覺得范斯也是講話 都是口無遮 不知道講些什麼 他說拜登是最爛總統 賀錦麗比他爛100萬倍 這也沒有個腦筋 什麼叫100萬倍 你可以說他也沒他好 100萬倍就是信口辭黃 另外拜登退了以後 賀錦麗第一場演說 川普是掠奪者以騙子 掠奪者以騙子 他們現在都沒什麼好話 賀錦麗多重身分 爸爸媽媽都是移民 爸爸是非醫的雅邁家人 媽媽是印度醫 另外 不過他們父母都是教授 另外他承認檢察總長 民主黨的參議員 聯邦參議員 他對婦女生育權利很重視 所以他有他的政治的立場 另外現在曝光說 川普曾經捐款給賀錦麗 川普跟他的女兒都捐款 什麼時候 賀錦麗是選加州檢察長的時候 他不少錢 川普一張支票就是5000塊美金 不少錢 能夠兩次加起來給了6000塊 所以那時候都說賀錦麗很好啊 現在把他罵得體無完膚 我們看一下 周日傍晚白宮外 美國總統拜登支持者 自發性為他舉辦感謝活動 也力挺改換賀錦麗選總統的決定 獨立參選總統的小甘奈迪痛批 說民主黨現在改推一個好戰派參選 川普陣營更是火力全開 親川普團體砸下25.5億台幣 推出攻擊賀錦麗移民政策的廣告 川普上周末造勢也馬上幫賀錦麗取了新外號 拜登退選後川普說賀錦麗更容易對付 但賀錦麗真的比較好打嗎 CNN這幾週平均民調顯示 賀錦麗支持度與川普只差1% 共和黨分析師認為儘管年輕選民可能挺賀錦麗 他的光環恐怕會被拜登的移民政策拖累 但如果黨是聰明 而且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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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必須全靠川普總統 曾成功預測9次大選結果的歷史專家利奇曼說 民主黨如果想贏 應該團結挺賀錦麗 才能保有他13把鑰匙理論中 慎選所需的多數關鍵 黃委員怎麼看 其實在經過這幾週 其實確實大家都感覺到民主黨其實有一種非常悶 就是雖然面對川普 川普當然從民主黨的角度來說 或從美國很多自由派的角度來說 你是有非常非常多可以直接攻擊的點 而且這個攻擊的點 大家其實也都聽得懂的 可是因為他的總統候選人是拜登 那拜登處的狀態並不好 所以他其實一直很悶 那當然這個禮拜從 應該是從上個禮拜就開始 我記得禮拜三 禮拜四 禮拜五 就陸陸續續有說 拜登可能會要在週末的時候就會下來的這個風聲 我們其實都看到 幾個國際媒體上面談了很多 確實至少就 十二十一號 他們的美國二十一號的下午 那拜登發出這個信以後 現在是看到整個民主黨確實現在有一種波雲見日的感覺 可是問題是波雲見日能不能贏 這還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在上個禮拜這個川普的這個遇刺遇襲的這個事件裡面 確實讓川普整個聲勢拉上來 但是確實大家看到在上個禮拜的民調裡面 聲勢拉上來的但民調整體來說沒有變動太多 這個地方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值得觀察的點 整體聲勢然後整個支持者的狂熱跟支持者的熱情 也衝上來很多 但民調沒有明顯拉上來 可是當賀錦麗拉上來以後 反而我自己反而感覺在 尤其是這幾天你陸陸續看到一些 在滾動式的民調裡面 反而是民主黨的氣勢也起來了 那這個氣勢也起來 我是覺得但是整體來說 現在民主黨恐怕確實還是區區劣勢 我整體來判斷 所以你說真的走到最後還不一定 可是你只能靠一局一局一局的討論 所以現在這一局是後拜登的第一局 第一小局 看起來賀錦麗整體的表現並不算差 尤其是她的捐款 她的整體來說 她撐住了一個 原本是有一些人 即便是民主黨有一些人 都對賀錦麗是有點看衰 就是說用她副總統的表現 來去投射她如果當總統會怎麼樣的態勢 我覺得她撐住了那個底氣 可是接下來還有很長 包括她的團隊怎麼組建 包括她怎麼面對過去在民主黨相對比較弱勢 尤其是川普 包括鐵鏽帶的這段時間很多的討論 我覺得賀錦麗的路還很長 可是其實作為一個旁觀者 當然我說我們當然站從台灣的角度來說 其實真的是覺得蠻精彩的 比較好看了 來 文偉 是 有關於川普跟拜登 他們從大概這一段時間來 兩黨的競爭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川普還是比較在優勢 畢竟他的身體健康還有他的口才 各方面都是遠比拜登要好得多 所以這也在民主黨裡面 其實大家都對於拜登的表現 感到非常的擔憂 現在拜登終於是已宣佈退選 那麼他的副手賀錦麗 看起來可能會代表民主黨出來選 這個當然對於民主黨來講 是一個轉機 但是他做一個候選人 他到底能不能擔起大樑 這個部分其實還要觀察 但是不可諱言的就是 川普其實已經準備了四年 他這個整個的選舉的團隊 然後他的鋪陳等等 部分包含他最近他的家人 孫子等等的都出來講 其實我覺得其實也會 讓美國的選民看到 可能川普有另外不一樣的面向 我覺得這個其實都會 影響整個美國的選情 所以接下來大概還有 差不多100天左右 106天左右的時間 這個蘇姬其實我認為 還有很大的變化 民主黨是不是真的都會全力支持 賀錦麗 然後來作為他們的總統的候選人 那麼這個部分其實都有在觀察 所以我同意剛剛前面 幾個委員講的 這個只是一開始的第一小局 後面還有很多局 就是讓大家拭目以待 看看他們會怎麼變化 就是原來美國大選已經沒什麼好看 很多人說已經到了什麼 最後反正就是休息時間了 結果現在又好看起來了 政治的變化 你絕對也猜不到川普怎麼變成打一槍 你也當然預測拜登可能退選 也沒想到是這樣的退選 他們說辯論川普被槍擊 他生病三件事情讓拜登下來 原本大家覺得比較看好細事的 現在我覺得比較正經 另外就是說 為什麼賀錦麗突然捐款多 我是覺得說原來大家都厚的 都不捐給拜登 對 都不捐給拜登 所以突然拜登不捐 那個錢都來了 但能不能持續 能持續多久也是值得觀察 我覺得他肯定不感見 以及正確接著 世界大一座 你出現了 自己的人 參與